那么具体的单元的教学内容 我们刚才讲到了 你会看到说 在第一单元的语音概冒的这个认识之后 你会看到 从六七八九十里面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 以交际优先的原则下面 讲到的主题词语 还有语音的学习 还有语音的强化等等 大家都可以看到 轻声 语音的辨别 还有拼音的规则 特别是语 语 这样的音 所以就像编写组讲到的一样 是在之前做了很详细的调研基础 这些内容才会说出现得比较这么完整 所以真的是这本教材拿过来之后 会省掉老师的很多力气 而且它都是中泰对立 所以也省去了说 你泰语不好 然后解释不清楚这方面的障碍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项目的分布 其实刚才大家从一刻一刻到 已经看到了 说这个从这个交界上的这个词语 包括什么什么 然后汉字的基础知识 中泰文对照的 有汉字的简介 汉字的特点的这个介绍 对吧 到比话比顺的这个认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从这个知识记录到练习部分 包括汉字练习 拼音练习 那么在这一单元的文化点滴呢 同样分开了对照 包括了苍结造字 汉字的历史 与汉字相关的北京奥运会 组绿图标 以及呢 怎么样用汉字来做一个 自己的印章 国宝大学猫 大家可以在这里比较一下 就是这些内容 你在其他教材见过吗 在什么阶段见到的呢 那你觉得这些内容 对于我们的这个目标教学对象 他们会不会感兴趣呢 那他这个对他来说 就是说 在知识的了解上 他能够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隐身应用呢 这些东西就是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那么在教学活动上 大家也看到 虽然是讲汉字 没有像我们传统的教材那样 去这个 一个字写一行 我还看到过在探口有的老师是 一个字写一天 是 写一页 那我发现真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学生是怎么写的 留取作业 比如说先写个我字吧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学生第一个字写对了 怎么后天写错了呢 就因为他把那个铁字写满了一天 或者是写满了三行 然后呢 再开始第二笔创作 就是一竖或者一横 然后呢 就是 就是说老师你给我留这种作业 我觉得很无聊 然后所以我也就用一个很无聊的方式 去对付你 所以 如果说看到过学生这样做作业的时候 有的时候挺为老师觉得可惜的 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呢 就是说他关注到了这个年龄段 包括说我们成人其实 你要说让你写一页字的话 除非你是付负爱好者 如果也不是的话 我相信你也不会去赞 所以呢 不管是成人还是初中生吧 看到他的这个活动就有找一找 这个找出第一幅图画里面的象形字 哪些 写写画画 那么去这个 给大家去了解这个汉字的演变 这个从这个夹古文字 这个图形文字 这样变成我们今天的混准数值的这个 现在汉字 再就是猜一猜 那么刚才讲到了图标 和我们的这个运动会的项目之间 是什么关系 这个面目也能看到 作为设计者 即使是一个体育竞技类的活动 也会有非常强的中国特色 你现在这种 指标上 那么做一做 用橡皮 这个来做一个印章 那其实老师呢 也可以在这上面课展 你做一个 这个 胡萝卜印章 泰国胡萝卜还是很好找的 土豆印章都可以 但是这个也是要是我们的这个教学时间的安排来看 但是起码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给我们一个思路 让我们在设计教学活动的时候呢 可以这个 换一种方式 让学生呢 调解 学习 再接下来呢 在最后一单元呢 就是图画画 那熊猫是我们的国宝 所以呢 在这一刻呢 从文化上认识熊猫 然后同时呢 这个给熊猫图个课呀 然后画个食物啊 都能让这个初一的孩子 说相似年龄的孩子啊 都在在这种活动当中呢 找到这个学习的乐趣 好 在书上呢 同样 在这一单元呢 给了我们一些教学方法的电影 来看一下 那么他说呢 同样是 旨在引发学生对汉字的兴趣 然后引导学生关注汉字 和自己母语文字的不同之处 然后呢 通过练习 使学生树立汉字有趣 汉字不难 汉字的读音和意义 有规律可行 可询的观念 那同样呢 我们看到了语音的 这个延伸 那么后面每单元呢 汉字的内容 也将进一步的延伸 汉字的这个笔顺笔画 结构等知识 来进一步的强化 学生对汉字特点的解 教师在上课过程当中呢 要根据学生的情况 注意引导 重在培养兴趣 对于会写多少汉字 不必强制要求 我们回到我们的教学对象 读音学生 零基础 五课十每周 通过上一单元的讲解 大家应该了解了 这个都是一种理想的情况 那么是要根据你的学生的实际情况 还有学课时的安排 对吧 来进行一个在家功能 那么初一的学生呢 学习动机呢 就是我们按照他的年龄特点来说 并不能说他 这个学习动机特别强 理由很简单 他这个年龄是玩的人 包括我们这些成人 即使说放假了 我相信有多少人是在 也没有多少人是在看书 而是在这个玩游戏啊 或者约 胡同患有的这个约会当中啊 去打磨时间 去消磨时间的 所以呢 这个学习动机啊 是需要我们教师通过一些 自身的这个魅力 以及说你所设计的活动 去吸引他的 起码在相相类似的课程当中 其内去学你的汉语课 就算成功了 而这一阶段学生呢 还是有好奇心的 那么这个学校的教学设施呢 是相对较难的 我讲过这个大部分 在公立学校当中呢 啊 这个汉语课只是作为一个 必须修的选修课 什么叫必须修的选修课呢 就是学生学不学啊 反正最后他的这个学会都可以拿到 考试成绩都会过 啊 即使有一个这个补考 也是某种形式上的补考 这个我们都是啊 我给你们讲的都是大实话 所以呢 这个啊 我们讲说 以选修课形式的更多 那么选修课形式的这 我看语课呢 相对来说 可能老师更注重的是 进行一些文化的体验 所以 这个教材 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 设计一些活动 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针对这样的教学对象 我们怎么样来进行 我们的单元教学目标的设计 然后我们看到 知识方面 对吧 词语 好 刚刚已经进行分类解释了 语音 看字 这三个方面 然后我们要学到 要求学生能够就是了解的知识点 技能目标 好 谈到这个技能目标啊 我就想跟大家说到 这个教学目标的设计 因为我也看过很多的教案 这个呢 可能就是 跟我们的这个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的这种文化 是有相关性吧 所以我会发现大多数的老师呢 都会写这样的教学目标 比如说 掌握本课词语 或者说了解本课教学内容 所以当你学过这个教学设计之后呢 你现在就要明白说 这种词语 是不适合作为目标的 我们讲到说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为一件事制定利用 你比如说你要减肥 现在呢 你是这个 比如说是 100公斤有点夸张 比如说是70公斤 那你想要说 这个在夏天之前呢 能够穿上这个 很有曲线的这个衣服的时候 希望能够在两个月之内 捡到50公斤 那么这个呢 70 50 就是你所设定的目标 你会看到说 当你这两个月之后 你会在体重上的数字 来检验你的目标 达到了没有 那么 随到我们的 就是这个 隐身到我们的教学上也是 如果你讲说 了解 能够这个 阅读课文 或者说 掌握什么什么 请问你怎么样去检查 什么是了解 什么是掌握呢 你的标准在哪里呢 所以呢 希望大家以后 在设定你的教学目标的时候 要具体化 要可以量化 要可以检测 这是我们要需要这个从传统教学当中改变的一些这个思路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技能目标 那么听说读写上 说你能够根据听到的音节找出相对应的事物 那么从这一堂课我学到的词语里面 如果你能够正确指认 那么我就说你能够拿过了 限制在本课 对吧 然后说的目标呢 老师设定的是从一数到一百 说出本单元所学事物的汉语中 所以如果你能够说出来 我起码可以说你说出十个 那么我就是可以给你一个分数标准 你能说出五个 我又是一个分数标准 而不是茫茫然的说 这个能说 能读 对能这个说出 或者说能了解等等 然后读的目标 读出词语的音节 因为我们讲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练习的一方面是学到这个词语 另外一方面是熟悉我们的语音知识 作为一个语音听读的一个操练 接下来呢就是写 所以你看老师在技能目标上涉及到听说读写 这四种技能都上不到的 那么就是能够按照汉字的特点和规则去试写 接下来就是情感目标 克服汉字难写的心理 然后通过这个单元的学习 能让学生聊写了汉字的特点 然后知道一些汉字的书写规律 去描写汉字 包括组装汉字 那么合体 所以在教学目标的设计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强调 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一定这个目标是可测量的 然后可这个拿去这个将来 就是在做测试的时候 我们讲这个如果你的目标不清晰 我们回到我们的减肥目标 对吧 你减两个月过去之后 你的这个目标如果说是 你说我要减肥 然后两个月 两个两个月过后呢 你这个体重呢 是还是70公斤 那你就是没有达到目标 那你不能说你这个 减肥目的就到了 怎么样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有一个可以具体化的 可以可以测量的目标之后 你检查学生的时候 才可以有地方使用 可以有具体的东西去分析 好本单元的重难点 这个分析 那么一直也是 这也是我看教案很多同 很多老师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把重点和难点去混淆了 那么所谓重点和难点 既然分为两个词 它必然是不一样的 大家琢磨一下 到底什么是重点和难点 到我的定义呢 一般就是认为说 作为一个汉语课 那么在汉语知识体系当中呢 它是一个重要的常用的知识点 那么作为我们汉语的这个特点呢 我们讲到汉语的特点 其实也是要从语音方面 对吧 然后这个语法方面 以及这个词汇方面 还有汉字嘛 汉字本身就是一个汉语的特别大的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作为这种语言 它本身应该就是 武成这种语言的这些知识呢 就是重点 你比如说我们讲到汉语的量词 这就是重点 必须要掌握的 因为你弄错了 你会引起误会 我们比如说 武法当中的汉语的语序 对吧 比如说 我们在描述时间和地点的时候 要从大到小 要先说年月日 再具体到星期 年月星期 然后是日 然后时 然后分 所以这个都是 跟其他语言相比较 然后这个 我们汉语独有的东西 然后学生必须要掌握的 这才是重点 所以大家在分析重点的时候 一定要从这种 那个知识体系本身的这个内容上去寻找 那么在本单元的重点呢 自然就是汉语的词语的学习的记忆 就是用汉语表达我们这些 这个每天可以看到的事物 它的这个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联性 是应该让学生能够去掌握的 就比如说我们讲到 在这个汉语里面 我们讲到同样一个音笨 因为这个音是我常常用来调侃学生 所以一笔就想起来了 笨在汉语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是不聪明 但是在这个 泰语里面的意思呢 它是爱笨 爱笨这个音呢 大家可能听起来太熟 但是它是Echo的这个 泰语发音 就是讲的是苹果 所以在泰国很多人呢 它是比较笨 所以这个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同样的发音 但是它连接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会需要说 在教学生词语的时候 这个声音跟意义之间的这个联系 是一定要让学生去 必须要掌握的 汉字书写中的笔画和笔顺 因为汉字是中间 所以它所带有的这些东西 是特别的重点 然后语音当中的轻声和耳画 为什么呀 我们讲轻声有表意作用 对吧 你说这个舌头和舌头 它的轻声是有表意作用的 还有耳画 关于耳画这件事啊 很多学过汉语的泰国老师呢 其实包括泰国人 不光是老师 他会这个误会说 只有北方人才会画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他也有区分词性啊 或者说这个区分意义的不同 比我们说的常说的画画 对吧 所以像这些东西 你要让学生去 这个尤其是这个影响意义表达的 在我读出这个员 员在G7C后面 这个要去掉两点 你知道很多学生才会读成员 所以这个也是要强调 学生去这个记忆的 那所谓难点呢 我们讲到是 为什么我们说刚才一直在说 设计当中要关注人的因素 所以呢 我们要回到说难点呢 是学习过程中难以掌握的知识点 那么难以掌握是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来说的 而不是说对于所有的对象 那比如说泰语是声调 同样有声调的意思 所以呢 声调对于学生 泰国学生来说 不是难点 那我们在声调教学的时候 要不要花在国内 这个 你在这个课堂上 你的老师教授你说 声调是学生的难点 所以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要花那么的 那么多的时间去练习 我认为是不必要的 所以呢 这个重点和难点呢 一方面你要要求我们老师 要有扎实的 看你本体知识 你知道作为这个汉语证明学科 这个 有哪些必须的 跟其他语言不同的这个特点 要交给学生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需要老师呢 能够对这个 你所认教的 国家的这个教学对象的外语 有所了解 所以呢 如果你对泰语有所了解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 在哪一些方面 就像我们前面讲拼音一样 类似拼读啊 分调啊 还有一些 这个 送气音不送气音呢 这个在 在泰语里面 其实 都有 所以 如果你当作难点来讲的话 其实是在浪费时 但是有一些 这个容易混淆啊 或者说泰语 泰语有汉语没用啊 或者相反过来的话 可能是 大的难点 所以这个要求我们老师呢 对所认教对象的这个 快要有 简单的认识 现在这个 网上的这些 这些 知识都很好长 所以呢 这个 你接触一个学生的时候 我建议你去了解一下 他所说的这个 你的特点 所以难点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 年龄还比较小 然后呢 学习时间 不是那么长 复习时间 也没有那么多的学生来说 这个词语的敬意 会对他们造成了一个困难 我说的 今天学了明天 你在问他 昨天我学什么 什么了 他可能就只能 能蹦出一两个 他因不那么标准的理解 已经算是很奇迹了 然后呢 这个按正确的笔论笔设计 笔设计书写汉字 为什么 因为这个 违反他写太文字的习惯 太文字大家都知道是各种圈 左圈右圈上圈下圈 然后从下开始往上起笔 所以呢 如果你不强调他 这个碎碎念每天 那么他可能 按照他的习惯去描 所以他可以一笔写出一个口语 那接下来 预阻音节的发音 也是难点 嘿嘿嘿嘿